有的中年男人可能会让女人一见钟情 有的中年男人则会让女人敬而远之 男人到了中年之后 如果想让一个女人对你动真情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 男人到了中年之后 应该持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要加强内在气质的修养 你要知道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如果你到了中年之后 依然感到迷茫无助 你始终不愿意直面现实 你总是一味地逃避生活中的难题 那么你很难赢得一个女人的真心和信任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中年男人应该如何施展自己的魅力 让女人为你着迷 变心是本能 忠诚是选择 很开心你能来 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一 一般来说 让女人着迷的中年男人 大多有这些特征 一 成熟稳重 一个中年男人之所以会让女人着迷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 他足够成熟稳重 男人到了中年之后 基本上事业有成 有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收入 也有固定的社交圈子 中年男人的成熟稳重 源于内心的自信 而中年男人的自信 来自他有一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 最重要的是 中年男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真正成熟的中年男人 从不轻易对女人乱发脾气 一个懂得对女人温柔体贴的中年男人 往往更容易让女人为之着迷和动情 如果一个中年男人既不成熟也不稳重 遇到困难 只知道退缩 或是一味地推卸责任 他从不敢主动承担责任 那么这样的中年男人 只会遭到女人的唾弃和梳理 所以男人到了中年之后 一定要对感情负责 要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当你足够成熟稳重 你才能给予女人更多的安全感 如果你做事太过急躁 你脾气太过暴躁 那么女人只会对你敬而远之 让女人着迷的中年男人 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通情达理 善解人意 有的中年男人在女人面前显得太过蛮横无礼 他总是对女人各种胡搅蛮缠 这样的中年男人会让女人感到厌恶 中年男人在感情中 应该给予女人更多的宽容和忍让 你要懂得更多的站在女人的立场考虑问题 有时候你主动让一步 并不会有什么损失 反而会让女人更加喜欢你 如果你对女人特别的刻薄或苛刻 你对她缺乏必要的理解和体谅 你凡事都要和她争输赢 论高低 那么时间长了 女人可能会想要彻底远离你 通情达理 善解人意的中年男人 就像春天里的阳光一样 能够温暖和融化女人心里的冰山 几乎没有哪个女人能够真正拒绝一个男人的温柔与深情 所以中年男人如果想让一个女人为你着迷 最好是给予女人充分的宽容和理解 只有当你足够通情达理 你才有可能真正走进一个女人的心房 三 阅历丰富 中年男人之所以会让一个女人着迷 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在于 她的人生阅历足够丰富 男人到了中年之后 她经历过的事情越多 越容易吸引异性的目光 女人渴望找一个比自己成熟 且人生阅历足够丰富的男人在一起 这样一来 她就能够从男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当一个中年男人可以在女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主动帮她一把 女人可能会因此对你刮目相看 当女人陷入迷茫和无助的时候 如果一个中年男人能够为女人指点迷津 帮助她拨开云雾 看透人生的真相 领悟人生的真谛 那么女人将会因此对中年男人一往情深 所以中年男人如果想让一个女人为你着迷 你就要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 你要能够在关键时刻住她一臂之力 必要的时候 你还要能够充当女人的人生导师 四 质朴 不油腻 中年男人要想让一个女人为之着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在于清爽质朴 不油腻 有的男人到了中年之后 就开始表现出她非常油腻的一面 比如 她总是喜欢乱开玩笑 对待感情吊耳郎当 做事一点也不认真 总是喜欢夸夸其谈 从不肯脚踏实地 等等 当一个中年男人表现得过于油腻 那么你很难赢得一个女人的爱与欣赏 女人真正欣赏的中年男人 是像李健那样长相清秀 懂得管理自己身材 并且内在气质特别好的男人 男人到了中年之后 要想活得不油腻 要学会适当保持沉默 有时候 懂得安静和沉默的男人 才更有魅力 张亚东在一档音乐类综艺节目中当评委 人到中年的他为人非常的低调 懂得保持必要的安静 一点也不过分 张扬和喧嚣 但是轮到他点评或说话的时候 他也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他说话总是一针见血 从不刻意奉承 懂得人情世故 却又不过分圆滑油腻 正是因为张亚东为人质朴 不油腻 所以他广受好评 收获了很多女粉丝 发自肺腑的欣赏和赞美 所以 中年男人要想让女人为之着迷 你就要活得质朴一点 你不要活得太过油腻 总之 一个真正能够让女人着迷的中年男人 往往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 比如 他要足够成熟稳重 通情达理 阅历丰富 最重要的是他要足够质朴 不油腻 如果一个中年男人活得足够洒脱 他无论是面对工作还是感情 都显得特别有担当 有肩膀 他从不轻易推卸责任 他愿意对女人负责 那么这样的中年男人 往往更容易打动一个女人的心 如果一个中年男人 对感情和生活总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 他的心不能真正沉下去 他为人太过浮躁或浮夸 他总是说得比做得好听 那么这样的中年男人 只会让女人敬而远之 无论如何 中年男人都应该活得轻盈一点 你不要活得太过油腻 无论何时何地 你都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只有当你对女人足够坦诚 你才能真正赢得女人的信任和依赖 下面我们再聊一聊 在中年危机时 男人的哪些表现 可能会让女人产生出轨的想法 从而避免此事的发生 二 人到中年 男人有这三个特征 女人会容易出轨 一 经常不回家 男人热情如火 女人柔情似水 男人是比较刚强的 女人是比较柔弱的 男人可以做一些粗重的活 而女人可以做一些细致的活 两个人在一起结合 才会把家庭经营得很完美 如果男人经常到外地出差 有丈夫的名义 却无法履行丈夫的义务 女人经营一个家就会很吃力 这个时候 女人会寻找新的依赖 有可能是朋友 有可能是邻居 总之会多了和其他男人接触的机会 内心就会有更多的需求 也会幻想着和那个男人有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 不管两个人因为什么原因 最好不要长期异地分居 女人出轨 说到底是因为缺爱 女人也有生理需要 也想被关怀 被宠爱 如果男人只顾着事业 完全不顾家庭 自然会让女人不怨 如果女人和婆婆之间发生比较严重的矛盾 女人往往更愿意找人去倾诉现在不幸的生活 二男人是中央空调 男人在结婚之后 仍然缺乏边界感 会有比较强大的同情心 经常会爱心泛滥 今天送女同事回家 明天帮异性朋友修电脑 后天再约在一起吃个饭 让女人没有安全感 同时会引起妻子的叛逆心理 觉得在男人心目中 谁都比他重要 然后女人也想做出一些 让男人后悔的事情 会选择出轨 只有这样 在看到男人和其他女人 暧昧不清的时候 心里才会有些许的平衡 其实这是相互伤害的一种做法 这样做让两个人之间的爱惠 消耗得更快 男人要顾及女人的感受 不要一一孤行 爱情就是自私的 容不下第三个人存在 没有爱人的时候 可以随意交朋友 但是有了妻子 就要和一些异性朋友 划清界限 三男人没有担当 很多男人虽然已经结婚 但是仍然是个孩子 而且在婚姻里不愿意成长 愿意依赖母亲 或是依赖妻子 总做出一些非常幼稚的事情 女人感受不到来自于男人的支撑 会选择慢慢地强大自己 当男人和女人之间 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时候 精神世界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女人会选择和她一样 强大的男人在一起 但是不可能和婚姻立刻划清界限 和丈夫一刀两断 女人会选择精神出轨 会找一个精神伴侣 等到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时候 会不顾一切地奔赴到那个人的怀里 女人还是比较有担当的 尤其是当了母亲之后 更愿意守护自己的家庭安宁 如果选择出轨 那么男人也要反思自己 到底有没有做好一个丈夫 不懂女人的男人 让女人的心渐渐地变凉 一个人面临家庭比较大的压力 会变得越来越寂寞 两个人之间没有了往日的激情 婚姻荒废 所以才会寻找更多的被关爱的感觉 女人先是会埋怨丈夫 然后会寻求改变 所以出轨也在所难免 当然 女人也要明白 不管做什么 事情都要注意分寸 就算是男人做得不好 也要找妥善的方式去解决 本来女人是受委屈的一方 但如果女人出轨 往往在离婚的时候 会失去谈判的优势 就算都是男人的错 但是婚内出轨 始终是违反道德的 很多问题 必须要从根源去解决 不要寻找暂时的避风港 更不要逃避 感情出现危机 就要和当事人解决 发展婚外情 内心也会愧疚 所以我们更需要加强沟通 并且守住自己的底线 这样感情才不会亮起红灯 最后希望大家的生活 都能够幸福美满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